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用这些词回去写一段文章 多少字这个不一定 把你的意思说清楚就可以 让这个水漏下去 但是这块呢 就可能有一些茶渣子就留在上面 对吧 这个是公道杯 为什么是公道杯 公道就是公平的意思嘛 对吧 对吧 公平 为什么 把所有的茶放在这个杯子里 然后再分 每个人分 这个叫公道杯 那么今天呢 我准备了几款茶 一个是白茶 白茶 很不错的一款 大叶白茶 然后这个是 瓜 生谱 生谱 已经有五年了 已经有五年了 然后还有一款手谱 手谱 你们看 生谱和手谱颜色完全不同 出来的茶汤也肯定是不一样 这个怎么说 就是一个是发酵的 一个是没发酵的 什么是发酵 牛奶是没有发酵的 酸奶是发酵的 这就是milk 这是yogger 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生谱啊 它会经过很长很长时间 比如说十五年三十年的时间 它自己慢慢慢慢的也发酵 哦你说为什么我在外面浇水 这会让它非常严 不胖吗 不是吗 胖 不胖 我习惯了 你从那么高 倒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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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因为 你要它稍微开始凉一点 对 是吗 这是第一泡 白茶一般是不需要洗的 一般是不需要洗茶的 因为这个茶很干净 所以我就不洗 只是让它醒一醒 你哪学着喝茶 啊 你是说喝茶 茶道是吧 就是喝茶的时候 不是学的 就是妈妈因为喜欢喝茶 我从02年开始喝茶 我就在北京到处找好喝茶 我就在北京到处找好喝的茶 什么的 你哪个学 那是什么 是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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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我喜欢 那是什么 我在乎他有 他有个二胡 我们去他家 就会 玩一玩 我更喜欢古琴 因为二胡 有点悲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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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很悲 是 古琴 我们说就是 如果你年龄越大 比如是到了 六十七十的时候 最终不弹古琴 因为古琴也是这样 越弹起来 你觉得很倒 加油 是烫的 是烫的 很烫 放放放放 快放下 对 看我 用这儿 拿 拿起来 然后快一点 这比红茶更红 对 红茶 刚才我说的 红茶 它的茶汤不应该是红色的 应该是金色的 但是普洱茶的茶汤 应该是像红酒一样的 红 像红酒 是这种 那第一泡我说了 我们是洗茶 对吧 洗茶的话就不要了 好 来 不不不不不 先倒水啊 哈哈 哈哈 来放下来 来我说一下哈 倒水的时候 从边上可以 你照着圈这样转圈也可以 但是不要从中间 来盖上 为什么不能从中间 你从中间倒的话 茶的那个香气就跑了 对吧 嗯嗯 这样就跑了 对 好 出茶 出茶 快 速度要快 快 对 里面不可以有 不可以流水 里面不可以流水 好棒 太烫了 嗯 对 对 对 嗯 嗯 对 你不可以流水 嗯 这个要是在茶店的话就不行 茶店一定是到完里头先给别的客人 最后一个给自己 对吧 没有发酵 青茶35% 红茶80%到85% 黑茶100% 福尔分两种 福尔是生苦和熟苦 生苦不发酵 就是你制作出来的生苦是不发酵 但是你自己放的时候它慢慢的自己会发酵 这样的熟苦 是100% 时间太短了 多于茶的很多的东西还没有说到 不过这个没关系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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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